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楼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作者白小姐 半生已过,学会沉默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和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人生不知不觉已过半 越近千分之后 渐渐懂得了沉默的智慧 看多了是是非非 经历久了人间冷暖 越来越喜欢安静的感觉 沉默是一种自我的修行 也是一种对繁华的沉淀 它具有强大的力量 胜过万语千言 为人处事,看破不说破 这是一种大智慧 海明威说 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 就要花上六十年来 学会闭嘴 很多事情自己心知肚明就好 看透不点透 看穿不揭穿 凡事给人留一点余地 给自己一点空间 不仅是一种善意 也是对自己格局的彰显 不搅口舌 不与人争论 更不在背后议论人长短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还需谨言慎行为好 说话讲究分寸 不逞一时的口舌之快 也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 有时依据多余的话 就会让场面变得尴尬 让别人下不来台 也会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 适时的沉默 能不着痕迹地 化解矛盾和尴尬 缓和了氛围 也让人如沐春风 任何时候都要给自己 给别人都保留一定的余地 给彼此沉默的空间 少一些愤愤不平 恶与重伤 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这样才能持久生香 互相信赏 就像有人说的 从前理解不了的 以后会理解 小时候理解不了的 长大会理解 长大了不理解的 年老了会理解 容许他人用其喜欢的方式 自由存在 理解别人 其实就是理解自己 静坐长思几过 先谈 莫论人非 一个人 若能时常静下心来沉思 反省自己的不足 不一乐是非 在认清事物本质之后 保留一颗慈悲 平和的心 那终有一日 他就能真正接纳自己 也能包容别人 不要期望所有人都懂你 你也没必要 去懂所有人 沉默 是一个人的修行 大千世界 我们会遇到 形形色色的人 总会有人 对你指手画脚 说三道四 用他们的标准 来看你 不要苛求他们的理解 也不必与他们 一般见识 毕竟每个人的想法 和高度 是不一样的 你只要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能问心无愧就好 勇敢地走自己的路 不用再以 那些谐言罪语 遇到别人的误解 和议论 言语的反驳 是苍白的 行动 才是最有力的证明 你需要的是 用沉默 代替辩解 奋力前行 时间自会 给出正确的判断 不争不变 不动声色 或喜或悲 都藏于心间 内敛处世 宠辱不惊 即使身处 闹事喧嚣之中 依然寻求 一份心灵的静谜 心怀一片 宁静的土地 这是一种 个人的修为 也是一种 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沉默 是成熟的最好证明 真正成熟的人 不会过于张扬 做事不会毛毛躁躁 也不会过分情绪化 比起别人 留恋于花花世界的浮躁 懂得沉默的人 更注重自己内心世界的平和 或是静下心来 读一本好书 或是品一杯香名 服一曲柔情 又或是行走山剑 一览山水风光 留一份沉默给自己 享受片刻的宁静 抛开烦恼 洗涤灵魂 回归自己的初心 走向成熟的道路 就是学会沉默和坦然 坦然接受自己看不惯的 和看不惯自己的 在一些繁华面前 磨炼自己的心智 在悄无声息中 汲取其中的精华 最后成为自己人生 最宝贵的阅历和智慧 年轻时 谁都有过惊狂的时光 但随着光阴流逝 没有激情自射的光芒 多了一份 岁月沉淀后的沉默寡言 看着头上灵星 冒出的几根白发 眼角添加了岁月的皱纹 比起从前的自己 如今似乎更追求 情感的纯粹 向往简单的生活 有人说水干净 不是因为它没有杂质 而是它懂得沉淀 因为再浑浊的水 只要有长久的沉淀 都能变得清澈 而人 只有在一段静谧的时光中 才能走向真正的沉淀 独自一个人 在远离过躁的宁静中 感受伤痛后的自我疗伤 在迷失自己后 凡然醒悟 在错过后悔中 自责反省 在心泪崩溃后 休息调整 沉默 给予你灵魂的依靠 让你学会沉淀 自己的情绪和思维 充盈自己的灵魂 在自我救赎中 沉淀下淡然的情怀 朱自清说过 沉默是一种处事哲学 用得好时 又是一种艺术 宁静至远 这是沉默的力量 也是自我的升华 正如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 并不影响他耸立云端 还不解释自己的深度 并不影响他容纳百川 地步解释自己的厚度 并不影响他的博大胸怀 做个沉默的智者 人生无需多言 也无需解释 在一个安静的位置上 去看世界的沉默 去看世界的热闹 阻隔外界的纷纷扰扰 把每次沉默 都看作是几滴自我 重获新生的过程 与自己对话 与灵魂对话 享受沉默的时光 读懂内心深处的情绪 安静地感悟岁月的美好 让浮躁的心沉淀下来 以柔软舒适的姿态 面对一切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因为在淡定和田径背后 是更辽阔的远方 和更美丽的风景 越过山与 越过山丘 遇见十九岁的我 戴着一双白手套 喝着我的喜酒 她问我幸福与否 是否永远了忧愁 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 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我说我曾经挽留 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 加了隔壁的网 本期节目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 想对你说 却张不开口 就让我随你去 让我随你去 回到二十岁狂奔的路口 做个心带音质的歌手 就让我随你去 让我随你去 你这背影婆娑的人流 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 回回衣袖